清洁人员全部武装来到国小 喷洒消毒药水 进行校园大清销 受到新北幼儿园群聚感染波及 班朝住所国小预防性停课三天 附设幼稚园也宣布停课14天 紧急停课少部分家长没收到消息 还是带着孩子来上学 没想到群聚案后续还有连环报 市长脸书也被灌报 不少家长直呼为何不干脆全面停课 原来爆发群聚幼儿园 一名确诊学生刚转学到附近国小复幼 还有一名国小学童 曾就读群聚幼儿园附设安勤班 因此学校只能停课 另外两件国小一所国中 学童则被怀疑有接触时 共三校五班也预防性停课 几所学校都有明显地缘关系 全集拥在班桥区 让市民超紧张 我很生气 因为我是最后一个人知道 这个案件算大条的吧 没有通知里长 我觉得让我太失望 当地里长火大怒控 政府通知根本慢慢拍 现在计划每天消毒 让里民安心 但不只学校有风险 就连台北地方法院 一名女职员是确诊幼儿童家属 也被狂烈 而指标个案幼儿园 老师足底也被公布 不只长达捷运板南县 往返新浦顶浦站 也曾搭公车 甚至去过班桥环球购物中心 让班桥居民人心惶惶 很恐惧这件事情 对 你必须自己家有小朋友的话 你就很会很恐惧小朋友得到 我正如就是要好好紧急处理 事态不要再严重 开学短短两周 国小级幼儿园 接连传出确诊案 现在群聚幼儿园 更被提爆 附设安情班没有立案 将被依儿少法 裁罚二十万 师傅强化二级警戒 能不能阻挡病毒扩散 恐怕还有待观察 接触不到 接触不到